下一首又是一個六師達拉喇嘛的作品 六師達拉喇嘛其實寫了非常多的情詩 但他自己一直很不想要待在皇宮裡面 所以他其實常常有時候會喬裝成一個便裝 然後就會出去優惠他的情人 所以他的詩裡面他說了 在布達拉宮他是臨情遞忘記錯 他的名字是臨情遞忘記錯 可是當他到外面去他就換了一個名字 叫做唐三鑰寶這樣子 那他說就很多人阻止他去優惠他的情人這樣 所以呢 於是他在那個詩裡面就寫了一個伏筆 他說我想要像一個天鵝一樣 在湖水中漫遊 非常的可惜這個湖結冰冷 讓我無法如此的擁有 所以這首詩他就是非常的如切地形容 他一直非常渴望他的愛人的那個心情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達拉喇嘛的寢詩中 一個帶有淡淡的憂傷的一首作品 就讓我們來聆聽他唱的這一首 我要聆聽他唱的一首作品 他唱的歌曲 因為我在 eru産的時候 我讃這首單字是很難 컨編的 我希望有多伏范 他唱的歌曲 我要唱中文字的歌曲 他唱的歌曲 他唱的歌曲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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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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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